正值清明团聚返乡金沙阳宅4号下午2点多 突然发生住宅火灾 现场是一处三层楼的套庭一处 消防局接到通报之后 马上派金湖金沙消防分队5车24人前往抢救 入门抢救发现火事是在一楼的茶水间 燃烧面积大约是两平方公尺 马上出水扑灭 对整栋楼实施竹城竹房 全面所索确认无人伤亡受困 我们在4月4号下午14点27分 接获洋宅有一处透天处火警头高市三楼 我们派了5车24人前往抢救 那指挥官是大队长13起 那到现场1、2、3楼都冒出黑烟 那我们立刻入室抢救 幸好火灾是局限在一楼的茶水间 一小处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入室 然后把它扑灭 那这场火灾我想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发生火灾的时候 请立刻快速报案 那你越快速报案 我们越能快速抵达现场 因为现场我们很早就到了 所以很早就把它扑灭 再晚一点的话火事会更扩大 可能会三層楼都会烧掉 整栋都会烧掉 所以火灾的部分 请民众一定要快速的报案 立刻打119报案 那报案的时候要把资料详细清楚 在地点的部分要详细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要预防这种住宅类的火灾的话 可以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 那它会增汁烟跟热这两个条件 那它会发出警报声来通知住宅里面的人 可以更早的发现火灾 让火灾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扑灭掉 经过一番抢救浓烟 仍然弥漫整栋建筑 后续实施水利排烟 还有机械排烟 将黑烟全部的排出 火事在数分钟之内扑灭 没有扩大延烧 成功守护人民财产